正名不爽被種草莓 怒看色狼反招押 看房子變種草莓 欸不是這種 是這種 北上找工作的靈性女子 透過靈性房仲找房子 沒想到看過程房仲對她甜餓 親嘴還在她脖子種草莓 她不甘心收入提告 還一員分事兩腳 向房仲勒索100萬 甚至拿水果刀衝去房仲家 吵她猛砍 這反應過頭了吧 靈女告房仲當然也告不成 結果反被依殺人未遂等起訴收押 但她又提出新事證 說房仲要她到她家看房子 她覺得不妥 傳來要朋友假如媽媽打電話來 叫她回家 結果兩人回到停車場 房仲就搶吻她 檢察官看完完整對話紀錄 並傳換朋友作證後 認定房仲有重嫌 將她起訴 董新聞總和報導